夏天到了,绿豆作为经典的清热消暑食材,又在每家每户的厨房里,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 中医认为,绿豆腥微干、凉、入腥、胃精、能清热解暑、裂尿通灵、解毒消肿。 防中暑要想预防中暑。 除了可以把绿豆单独熬吞之外,我们还可以将绿豆与其他食品一起烹调,这样结束的疗效会更好。 比如在绿豆汤中加入一些适量的金银花,然后用水煎服用,气防中暑的效果非常的明显。 解毒中医认为,绿豆具有很好的解毒功效,并且认为绿豆的清热之粒的皮,解毒之功在内。 因此,要想达到普通的消暑功效,只需要将绿豆淘尽,然后用大火煮灭,十分钟左右即可。 特别要注意,不要长时间的煮,这样熬出来的汤,颜色比绿,比较清澈。 在喝汤的时候,你可以不必吃绿豆,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消暑功效了。 但如果你是想解毒的话,在熬汤的时候就要注意了。 最好是把豆子煮烂,这样的绿豆汤色的浑浊,虽然说小鼠的效果比较差,但清热解毒的作用却非常的强。 降血压绿豆同时还具有一定的降血压功效,特别是一些本身就快有高血压的患者。 在夏季这样炎热的季节里,应该适量的毒喝绿豆糖以及绿豆粥,绿豆腥味干寒,入腥费二斤,经常使用可以到很好的降血压,以及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。 除此之外还能帮助高血压患者预防动脉中样硬化,消炎杀菌绿豆汤的功效非常多。 最为常见的还有消炎杀菌的功效,我国中医指出,绿豆鼠精热解毒类药物,不可仅仅如此,绿豆糖还具有一定的促进吞噬功能等药理作用。 其子力和水尖液中含有生物质、响豆素、植物灾醇等生理活性物质,无论是对人体还是对动物的生理代谢活动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,妙招分享绿豆很容易生虫。 所以这里教大家一个储存的好方法,就是把绿豆装在一个大可乐瓶里,加一块大蒜在里面,绿豆就不会长虫了。 其他容易长虫的豆类一样巨肉,还不容易发霉变质,很好的把分货。 三类人不是一喝绿豆汤中医认为,有些人是不是一喝绿豆汤的,重要包括下面三类,要引起大家的注意。 一、老人、儿童以及体质虚弱者。 绿豆中蛋白质含量较多,大分子蛋白质需要在微的作用下转化为小分子菜,而基酸才能被人体吸收。 老人、儿童以及体质虚弱的人,肠胃消化功能较差,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化掉绿豆蛋白,容易消化不了导致腹性。 二、经济女性,女性经济其实品质偏寒,若是饮用绿豆水,则已导致气质血液,引起腹通甚至加重痛经。 三、孕妇,绿豆中含有的蓝氨酸、蛋白质、维生素、钙、心等成分,可有效防止,人生神种,适时疗佳品。 在煮绿豆时若是加些红豆,大早同煮,还有祝孕妇一气不屑,但绿豆性行,孕妇不能多喝,且孕妇不宜放太多糖,尤其不能喝冰绿豆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